BBC在这个星期公布了2022年全球最具启发性与影响力的百大女性名单 这也是BBC第十次做这样的排行榜 而且台湾也有人上榜哦 就是慈祭的正言法师 BBC在介绍中指出 正言法师今年已经80多岁 对台湾当代佛教发展极具影响力 有时也被称作亚洲的德丽莎修女 她在1966年创办慈祭功德会 也就是后来的慈祭基金会 在世界各地提供救济跟医疗援助 并且开办学校跟医院 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也可以看到慈祭基金会提供乌克兰难民的各种协助 其他上榜的还有卧底调查韩国恩号房的普志炫 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 以及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冲突地区的杰出女性 强调她们在世界各地冲突情势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